百居禄舟 这个新义是玄庄大士翻译 旧义是古代的时候 玄庄大士以前翻译的 翻译单译 一落报殊胜 二总 八字解读人生 风水改变命运 大家好 居士从业风水二十六年 很多人通过我的调节 都获得了巨大成功 针对八字测算 风水布局 命力分析 事业财运 首相面相 感情婚姻 有独到专严见解 如果你的财运不价 情感不顺 诸事烦心 原主可添加 本局是微信 26682135 一一帮你调节化解 记住微信 26682135 人寿一千岁 很少有短命 物产非常丰富 所以生活很快乐 没有忧苦 不想学福 所以那个地方 没有佛法 维托菩萨是护法人 是护法的总领导 你看我们常常看到 秉乐 三周感应 四大部州三周感应 白居如舟 他不去 那你没有佛法 白居如舟好啊 闻不到佛法 永远 见不到三宝 所以这是 生到这里去 那就是一千年 你学佛的 要断掉了 要断这么久啊 过去所学的 大概都忘干净了 那这是障碍 第五个是长寿天 长寿天是 四界五四界 四界里头有一颗 叫五想天 专门指它 因为四界五不还天 使三国圣人 在那修行的 那有佛法 只有 这个 无想天 四界有九层天 只有这一层 没有佛法 寿命很长 五四界呢 他们不认识 他们误会了 以为自己 就正得半叶盘了 把五四界天 当作叶盘 这是很大的误会 那寿命很长 但是 十节到了 他的定功 射掉了 烦恼又现行了 这个时候 他就 毁谤佛法 毁谤圣贤 圣贤人说 好像 大半叶盘呢 就永远不费 不生不灭了 为什么现在又生烦恼 又又生灭 这个就是 帮佛 帮法 这个罪过呢 都无尽地 那四空天人 他是最后临终的时候 他支持不住了 所以这些全是障碍 龙王阴雅 这是生理上的确信 龙 听不到 你讲经他听不到 毛他眼睛看不到 这阴雅 有疑问问不出来 这都是障碍 第七个呢 实质变聪 那实质 我们今天讲的 知识 高等知识分子 他有丰富的知识 他们有智慧 他有变才 他也很聪明 他不相信 不能接受佛法 第八个呢 佛前佛后 他生在这个时候 生在佛前 佛没有出世之前 这世界没有佛法 佛后呢 他生到这个世界呢 佛已经灭度了 我们这个是不是佛后呢 不算佛后 佛的法运 一万两千年 那释迦摩尼佛灭度之后 一万两千年 叫佛后 那这世界没有佛法了 佛法殊胜利益 你得不到我 这叫八种难 这个难就是你没有办法闻佛法 不能够见佛闻法 这八种都是障碍 唯一摩金 方便品受 菩萨成佛的时候 这个菩萨是不出菩萨 他来成佛的时候 这个菩萨没有三土八难 那是菩萨的大德所感召的呀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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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